提起航天英雄 很多人都会想起杨立伟这个名字 2003年10月15日 他乘坐神州五号飞出大气层 在宇宙空间飞行了21个小时 让我国成了国际上第三个完成载人航天事业的国家 杨立伟安全着落后 立刻被激动无比的全国人民奉为航天英雄 事实上这次宇宙之旅并非一份风顺 他在接受采访时曾透露 自己在开破飞行的时候 曾经踢到过好几次奇异的敲窗 一开始杨立伟还以为是遇到了外星人 不过他用飞船的检测系统观测了好久 也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 杨立伟坦言说 自己当时被这种诡异的现象吓出了一身冷汗 其实这种被敲窗的遭遇 并非姚立伟独有 苏联宇航员当年在太空飞行的时候 也曾碰到过类似现象 当时这种反复发生的怪异现象 在国际上引起了许多科学家的热议 他们曾根据自己的理解 提出过许多看似合理的猜测 不过很快就被别人推翻了之前的猜想 这个谜团困扰了科学家整整十年 猜得到揭晓 原来这种敲窗声是飞船自己发出来的 雨航飞船飞到太空后 机体会因为巨大的温度差异 产生严重的变形 在这个过程中 原本没有任何关联的部分 甚至会被强行挤压在一起 并发出奇异的声响 换句话说 这种变形如果严重到了 宇宙飞船无法承受的程度 我们的航天英雄 很可能会被永远的留在太空中 很多人听到这个理论后 不有的惊呼 庆幸捡过一条命 不然的话 我国将彻底失去 杨立为这个顶级的航天精英 冷静的想一想 杨立为先生遇到的敲窗声 其实也是一种警醒 这种敲窗声 意味着我们的宇宙飞船 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产品 还需要科学家们花费很多心血 才能改造到 真正可以在宇宙里 畅行无阻的程度 如果一味的满足于 之前取得的成就 很可能会造成 难以挽回的局面 感谢观看